大家好,这里是金牌娱乐 一年一度的微博之夜评选活动即将进入到了尾声 众多粉丝也是抓紧最后的十顿进行打投 从具体数据上来看 女明星里杨子领先的优势很大 比第二名正爽多了800万票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将顺利问顶微博queen 而在微博queen评选中 肖战也是领先了时代少年团400万票 领先王一博1000万票优势也是很明显 如果没有什么大的出入的话 杨子肖战这段余生嬉批将成为今年微博之夜的冠军 可以说两个人拿下冠军是始至名归了 先说肖战2020年低开高走 由于负面事件的影响 肖战也是沉浸了好长一段时间 而这次得票这么多 估计路人们也是看他被欺负的久了 一直火冒三丈 憋了这么久 默默的买了很多代言 坚持每天投票 现在互联网乌烟瘴的 他越是被人打压 越黑 有正义感的路人就是越多 至于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那就要感谢背后黑他的人了 本来流量年年混 粉丝的热情都不会持续的太久 可有人不愿意啊 在肖战身上找不到黑点 通过黑粉丝继续黑他 你们忘了粉丝就是消费者 粉丝就是活生生的人 这样被捅刀子 人都是会逆反的 有多少人之前根本不在乎这些 现在却开始投票 娱乐圈某些资本加些民意想拉人下来 给自己培养的流量让位 那么作为消费者的粉丝们为什么不能捍卫一下自己的权利呢 而杨紫在2020年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纵观娱乐圈年轻一辈 在热度上能和杨紫一拼的也就是迪丽热巴 郑爽 杨超越 余淑欣这几位了 只不过余淑欣在另一份榜单上拿下了年度人气女艺人的殊荣 郑爽虽然热度高也经常上热搜 但最近几年没什么代表作 而且负面新闻盘身 至于杨超越 她更多的热度则是集中在综艺上 而杨紫的三部女主剧 余生请多指教 青簪行 女心理师则是相当受期待 特别是余生和肖战组成的CP 则是让很多网友和粉丝都按捺不住了 总的来说 微博有强大的粉丝基础 而且受众面广 所以最后的评选结果也算是公平的 对于肖战和杨紫来说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接下来的一年就祝他们白尺干头更进一步吧 谢谢大家